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的市场真是让人心跳加速 不仅有钢铁板块的惊人暴涨 还有墨高股份和恒大汽车的跌宕起伏 让人目不暇接 在10月28日 A股市场开盘波动不定 但随着钢铁板块的强劲表现 让人忍不住想要投资一把 不过墨高股份却因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 而遭遇跌停 让无数股民心痛不已 而恒大汽车在宣布停止 与潜在买方的股份转让讨论后 股价咒降近28% 真是让人心惊胆战 这一切的变化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所以说 这些金融市场的故事啊 真是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呢 你看 今天市场一会儿是钢铁板块 像火箭一样窜声 一会儿又是墨高股份 和恒大汽车的跌停大戏 真让人感觉自己 像是在看一场惊心动魄的连续剧啊 话说回来 钢铁行业这次逆风翻盘 真的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知道吗 钢铁板块今天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长得让人眼花缭乱 特别是那些像安阳钢铁 八一钢铁这样的个股 居然都涨停了哦 这下子 钢铁板块真的是全场的焦点 像一个耀眼的明星 整个市场都在围着它转 而在港股市场上 重庆钢铁一度涨近60% 马鞍山钢铁也涨超20% 这简直要让人惊掉下巴呀 这都得归功于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会议 让市场一下子感觉到了希望 纷纷开启了 涨涨涨模式 不过人生总是充满了戏剧性 就在钢铁股狂欢的时候 墨高股份这边却有点冷风嗖嗖 因为宣布中止重大资产重组 股价直接坐上了跌停车 这就像是开个派对 结果蛋糕没了 气氛瞬间降到冰点 墨高股份本来打算通过 收购扩大医药业务 结果由于市场环境和意见分歧 计划泡汤了 股东们心里估计是在滴血 因为股价一下子跌得惨不忍睹 真是让人心疼 然后呢 恒大汽车也上演了一场大戏 本来想和白衣骑士谈个合作 结果骑士突然退场 股价瞬间暴跌 这就像咱们拍拖约会 对方突然说 不 约了 心里那个失落感 真是无以言表啊 恒大汽车的轻盘人 现在是急得团团转呢 毕竟要在11月14日进行聆讯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现在就指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买家 否则这场马戏团 可真要变成一出悲剧了 总的来说 今天的市场真是跌宕起伏啊 让人感觉像是在坐过山车 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不过 这也正是市场的魅力所在吗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 等着我们去发现 只希望大家在玩市场这场游戏的时候 都能保持冷静 理性 做出明智的选择哦 加油 大家都要的赚得盆满钵满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朋友们 今天市场的表现真让人心潮澎湃 就像坐上了一趟心跳加速的云霄飞车 让我们先来谈谈A股市场 今天的表现就像一个在游乐园中迷失方向的小朋友 尽管上证指数微微上升 但其他板块却一度阴云密布 特别是钢铁板块 简直是逆风飞扬 一路像坐在火箭上窜声 这样的表现 简直让人忍不住 想要为他欢呼 仿佛回到了钢铁侠的巅峰时刻 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港股今日也没闲着 虽然恒生指数的表现 比喝了红牛还振奋人心 但钢铁板块 完全成了市场里的闪耀明星 重庆钢铁的股价 竟然暴涨近百分之六十 这可真是让人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这是不是就是说 钢铁脑袋也能长出羽翼飞翔 对于那些在板块里下注的人 今天肯定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说到并购重组的话题 这简直是最近市场的热搜词汇 长江证券和银河证券纷纷发文 说这波并购重组 简直就是给市场打了鸡血 激发了无尽的活力 看着这些连续涨停的个股 投资者们翘首以盼 宛如孩子们在圣诞节等待礼物般的心情 然而 一旦消息不如预期 市场波动就像过山车 这可真是让人心惊肉跳 然而 今天也有让人心酸的故事 莫高股份的股价 惨遭跌停 这情形就像在球场上刚准备进球 结果被对方门将冷冷拦下 莫高股份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股价一度被打到跌停板 市值缩水的让人心痛 在过去的几年里 公司主业持续亏损 葡萄酒市场的低迷更是雪上加霜 这么一看 莫高股份就像是葡萄酒中的苦酒 让投资者们较苦不迭 最后来聊聊恒大汽车 这个悬疑剧的主角吧 早上复牌后 股价暴跌近28% 这就像是约好的约会 被临时放鸽子 真让人无奈 潜在的买家突然掩齐息鼓 让恒大汽车的董事会 紧急宣布停止讨论 这情节繁转的比电视剧情还快 眼看着清盘就再急 恒大汽车的命运 变得岌岌可危 投资者们捏了一把汗 期盼着这个白衣骑士 能在最后一刻拯救整个局面 综上所述 今天的市场 真是一台精彩的马戏团 从高涨到暴跌 各种情绪混杂其中 无论是钢铁板块的疯狂 还是恒大汽车的意外跌宕 投资者们都在这场表演中 寻找自己的位置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波市场表演中 稳稳地赚到一桶金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